生意一如既往的好,日头升高的时候,东西差不多卖了个干净,只剩下零星一点猫耳朵了,分给四个萝卜头当零嘴。 苏木兰准备收拾收拾,去那边街上看看渡时在不在。 哎,先别走,可算找着你了,你还要不要上回那种棒子链? 要。苏木兰笑了笑,踏破铁鞋无腻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,说的大约就是这个了。 要就好,不过我这回带了得有六十来斤,你能要得完不? 自从上回苏木兰从他这里买了棒子链之后,一直没有再问他要,都是心里头没底。 只当这棒子链平日里吃得实在是少,六十斤不知道要吃到什么时候去了。 能?苏木兰点头,渡时闻言,当时兴高采烈。 那我这就去给你们背过来。 说吧,一溜烟便跑了,片刻之后拖了一个麻袋过来。 大半麻袋的棒子链,如先前苏木兰买的那样,颗粒饱满,且十分地干净。 那啥,能跟你商量价事不? 啥事? 就是上回,那棒子链不是一文钱两斤半卖给你的吗? 上回那也是头一回给你打交道,价格卖得着实是便宜。 这回就别按两斤半了,按两斤二两来吧,成不? 杜氏怕自己稍微涨点价了,苏木兰辉不买他这棒子链,急忙又解释道。 寻常棒子都是一文钱两斤,我这棒子虽说不比寻常棒子好吃,可捡得干净。 你回去收拾的话,因生许多力气的,两斤二两,你也不吃亏的。 按说,你这第二回就想涨价,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坦。 可你既然张了这个口,棒子链也的确是干净的。 那这回就按你说的来,按两斤二两来算。 只是我这话说到前头,往后可不能再往上涨了,若是涨了,我便不在你这里买棒子粒了。 两斤半跟两斤二两不差什么,且这爆裂玉米,目前在这集市上头,唯有这一家在卖。 苏木兰原本是不在意的,只是有些话得说出口,旁人心里多少也会有个计较,不会坐地涨价。 是是是,就按你说的来。 捡自己的棒子粒比上回卖的价钱要高上一些,杜氏已是十分的欢喜,急忙硬了下来,帮着苏木兰一并呈剩下的那些棒子粒的重量。 一通忙活,这大半麻袋棒子粒的重量也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数字,一共是六十五斤。 这棒子粒一文钱是两斤二两,三十文论说可以买到六十六斤的棒子粒。 这样吧,我给你三十文,剩下的那一斤,下回我再买的时候再补吧。 好嘞,我惦记着这事,回头一定给你补上。